有的粉丝和郑主慷慷而谈 因为一句你就是我的朋友 在之后就一直惦记给粉丝报销发票 他说 我以为你们追星都这样 新年给红包 点外卖 点奶茶 点咖啡 送零食 送点心 在中秋特意出来给粉丝送月饼 甚至还有生日的第一块生日蛋糕 假装不理他 李泽峰还会悄悄慌乱拍他生气 战姐告诉李泽峰自己要去吃椰子鸡 然后提醒他他要收据给他报销 让他搭顺风车 还会在生日的时候给他发红包 但有的粉丝就像工厂里的工人 在房间里默默把郑主的衣服叠好 一件一件打包发货 他们为秦小贤的网店鞠躬尽脆 因为不停的叠衣服累到贪坐在地上 周围堆满了编织袋和快递袋 白天上班干客服 晚上打车很远给他发货 周末还要去小园子看他 可当我付出了全部的爱换来的却只是欺骗 原一句辛苦了都是女朋友写好的 甚至在他眼中能给他干活都是粉丝的荣幸 现在又被前女友爆料辱骂大粉 有粉丝制作了一个视频 每到一个地方打卡就艾特一下郑主 然后就有热心网友帮忙艾特出了秦小贤 被女友刷到分享给了他 就发给他了 我心思这么多人艾特他 可能是想他看一看 我就发给他了 他就回了我两个字 所以明星看粉丝真的没有丝毫情感冒 追星的本意 本是让自己快乐汲取向上的能量 反馈给你满满的爱意 那些让粉丝开心和感动的瞬间 也全是来自另一个爱他的女孩之手 帮他修图 写兔签 搭衣服 就连出现在节目那些被细心收藏的信件 都是前女友给整理的 让很多粉丝入坑的微博和粉丝名 都是出自嫂子之手 用女友视角写下的文字 来感动喜爱自己男友的人 偏偏公子转善的出圈名场面 也是前女友手把手教他的 那些让粉丝喜爱的东西 全都是嫂子的手笔 你爱上的男性角色 其实是女作家的灵魂 原来追星的遗憾 不比图书馆30秒问学少 不是抢不到见她的门票 也不是抽不到她的小卡 而是某一天 惊觉发现自己深爱的人 早已烂得千疮百孔 在粉丝心疼她9岁时 一个人到公司 因为爸妈离婚9年没见过妈妈 心疼她在生日的时候 独自一人去面馆去尝售面 就在黎明到来之际 亲手把自己推进深渊 当粉丝为她的出道路 添砖加瓦熬夜打榜时 她却和异性恋爱暧昧 说又不是我喊他们喜欢我的 对于养成戏来说 每一步的光芒万丈 本就是别人的亲近全力 为什么不珍惜呢 觉得痛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因为追你 而遭受校园暴力的我们呢 没人愿意不睡觉 千里迢迢跑道 另一个陌生的城市的大街上站着 出现在活动现场的粉丝 也不都是无业游民 有学生党精打细算 有上班族牺牲周末 有囊中羞涩的小孩 在现场只为给同单出人力 充人头 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得起 五位数的票 看到粉丝的托粉留言 只是几句话就像刀割一样 心动时不顾万难 见你的这一路都是明码雕架 但我闭口不提 只记得见你时 如雷震耳的心跳声 热情渐渐退去 靠近你就靠近了痛苦 远离你就远离了幸福 最后是明丽打碎了你的梦想 只剩你昏暗的影子 在我青春里荡漾 其实一开始就不同路 只是我太想靠近你了 我摸到的月亮不是月亮 把尘埃当宝藏 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文字 背后都是一次又一次 淬炼过的真心